各位朋友,有中国的粉丝给我发来了一个材料 说浩哥,现在中国的自媒体上盛传 说是美国总统拜登又摔跤了 而且摔得还挺厉害的 你给我们看看,这是真的假的呀 哎呦,我的天 大伙仔细看啊,仔细看啊 这连鞋都摔飞了 各位,你这么原谅我 说这样不该笑 你知道在中国的传统里边 如果是一个人摔跤了 或者是被车撞了 如果是鞋飞出去了 中国的这些传统就认为 这人可能命就没了 这就够呛了 是吧 有人说鞋就跟人的魂一样 如果把鞋都摔飞了 或者是把人都撞的时候鞋没了 那就说明这人已经魂已经没了 如果老拜登真是把鞋都摔飞了的话 就起不来了 中国的自媒体拿着老拜登 开玩笑 这用那个AI人工智能合成的 弄得还真他娘的像 你还摔下去 那这尘土飞扬 好吧,说正事啊 拜登 没事,身体呢 没事,脑子不行了 在北约的峰会上 在这次北约的峰会上指责中国 严厉警告中国 不正常任何人 不是 安全的 安全是灵魂 不正常任何人 as to the threat it poses. As NATO Allies agreed today in our summit declaration, China has become a decisive enabler of Russia's war against Ukraine, and China's support increases the threat Russia poses to Euro-Atlantic security. Allies have stated clearly that China cannot enable the largest conflict in Europe in recent history without this negatively impacting their interest and reputation. Tomorrow, NATO Allies will meet with our four Indo-Pacific partners and the European Union, and we will continue to deepen our cooperation in addressing shared challenges. ihnen. The U.S. allies that were supposed to be a battle for China ... the United States were held by a victory of victory. However, after all, the U.S. was invited to meet the PLA ... 斯林斯基来到北约 最后想给大伙鼓鼓劲来着 结果拜登当场就闹了笑话了 脑子不行了 哎呀 这还没彻底傻透啊 连忙往回给找吧 是吧 确实是拜登的老年痴呆 这是事所公认的 各位 在美国的最新的民调中 川普和他辩论以后 从反映这一个项目来评分 58%的美国人认为 川普远胜于24%的拜登 拜登现在还练拳 死活不下去 人家让他退选 他不退 拜登这个痴呆 现在都成了一笑话了 你知道吗 辩论之后呢 有各国的记者 在白宫开记者会的时候问 这个 说 灾难性的总统大选辩论 引发了信任危机 连日来 白宫的发言人 脱不头 让皮埃尔几乎在美厂的简报上 都难逃各大媒体 对拜登身体状况的反复的追问 这个 福克斯新闻网9号说 这个 他被这家白宫的记者 穷追不舍的逼问一个问题 拜登说他晚上8点前 最敏锐 8点以后他就想睡觉 那么如果五角大楼在晚上11点 接到核袭击的警报 这个时候该给谁打电话呢 这个让皮埃尔一边叹气 一边满脸眷容 满脸眷容的说 拜登有一个团队 会让他知道任何与美国人民相关的重要的消息 那么话还没说完 这个 记者就说了 那么 如果这种情况 发生 说这个 拜登 已经是 不能够 做出决定了 怎么办 说拜登呢 已经任命专人或者是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 将相关的信息 要转告给他 是吧 至于谁转告他 那说这是 机密 这是机密 所以 这个 美国人民啊 现在都在担心 说拜登 那个老年痴呆的样子 是吧 美国将往何处去啊 白宫呢 他们呢 这个老是对美国人说 说这个 拜登啊 接受过神经医生的三次检查 啊 说这个 没事 可是呢 记者又追问 说为什么 一名帕金森病的专家八个月内八次造访白宫啊 是不是咱的总统现在已经是帕金森症的晚期了啊 但是呢 博布图拒绝回答啊 说这是白宫的机密啊 有一个消息传来啊 共和党控制的众议院 刚刚呢 以221票赞成 198票反对的结果通过了拯救美国大选法案 该法案要求联邦选举投票时出示公民的身份证明 除了5名民主党以外 其余的所有人都投了反对票 那位说 啥意思啊 明白了吧 我在 4 5年前你们给大伙说 啊 我说呢 拜登会通过邮寄选票 赢得这场选举 对吧 是吧 什么意思啊 就是美国的宪法里边规定 如果你要是投票的话 你必须得是公民 但是呢 现在美国的这个投票用优计选票 或者是到投票点 根本就不查你的身份 所以美国的宪法已经形同虚设了 我一直给大伙说 为什么民主党要弄这么多的非法移民来到美国呢 那就是为了他们手中的选票啊 为什么花美国的民纸民膏 给这些非法移民补助这么多呢 就是为了让他们感恩民主党在投票的时候 投民主党一票 这是非法的呀 知道吗 因为他不是美国的公民 这是非法的呀 你看 所以民主党几乎所有的议员都反对 说大选之前要查身份证 投票之前要查身份证 这难道不是美国宪法规定的吗 对了 美国的执政党 反美国的宪法 美国如今就这么魔幻 点个订阅 咱们下期再聊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